你好 欢迎来到2022最后一季的剧推时间 年末的剧其实大咖涌现 但是话题性还有评价真的是褒贬不疑 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年末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好剧吧 原本觉得出租妻子应该是挺有趣的主题 但看了几集就觉得剧中的设定实在没什么可看性 一些人物互动和剧情安排也很老套 虽然每个主演都有加入所谓的阴暗面或是人格缺陷的设定 但还是没有什么张力整体很平淡 我个人是不太推的 原著漫画故事非常精彩 缓缓相扣之下将人性描写得很细腻 在得知这部要被翻拍成剧的时候 其实就一半担心一半期待 果不其然改编之后没有好好的将一些脉络完整呈现 在一些人物的剧情比重上也不是很稳定 而且连平台翻译的名称也不是很符合原作 可惜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以交友软体为主轴发展出的连环杀人案作为主题 剧情走向却不像想象中的精彩刺激 男女主角身为社会上的特殊边缘人员 他们之间的爱与眷恋的描述好像有点没头没尾 让观众不太能理解这样的爱之下所产生的行为 总之呢我看完之后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没看一样的空虚啊 最会演的池叔这一次挑战双胞胎角色 不负众望的将两个角色成功的演绎出不一样的性格还有人格 演技方面呢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剧情安排实在有点让人看了个寂寞的感觉 当你以为一切水落石出 下一集又回到了原点 整体上来讲剧情不是那么顺畅 有点梗在喉头无法下咽的感觉 Bly 3.5颗星 虽然这一部没有太高的热度 但倒也是不差的行案全一句 男主角从被诬陷到发觉真相的过程 这一路走来精彩刺激的打斗或是剧情的推进都一直维持不错的节奏 剧情的部分虽然有点不合理的地方 但整体来说是顺畅精彩的 不怕血腥喜欢连环杀人主题的人可以看看哦 独消顺图3.5颗星 大咖云集的大制作 不管是场景还是人物考究都挺有特色的 影帝们的演技当然是不用怀疑啦 每个角色的性格建构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都很精彩 有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发展在其中发酵 虽然在一些真实资料的考究上有点争议 但整体爽度还是挺推荐喜欢这类型犯罪剧集的人来观看哦 Big Mouth 3.5颗星 李忠硕的回归爽趣啊 前半段节奏非常不错 男主角被诬陷入狱之后的生存技是十分精彩又毫无冷场 观众们在猜测谁是boss的过程真的是七上八下 几乎把所有角色都怀一轮了 但没想到真正揭晓之后反而让整部剧平淡了下来 而且最后剧情发展像是赶火车一样的把一堆 还没有填上的坑给光速回填 结局中的一些安排呢让人觉得没什么必要性 有种草草结束的感觉 第二季和第一季比起来多了一些完整性的感觉 因为已经对主要人物辽若指掌 所以在掌握剧情节奏上面呢 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啦 这一季的剧情安排虽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爆点 但这部剧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于 看这一组刑警们相爱相杀的意气日常 每个角色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是可以轻松看完的小品 小女子四颗星 这一部呢真的是近期评价最两集的剧了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呢就连一集也看不了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部很难定义主轴 并带有悬疑氛围的烧脑剧 前期要稍微熬一下 熬到中后就可以将整个剧情串起 解开所有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 以及促使一切事情展开的最终主轴 整体来说剧情安排还有设定都挺新鲜的 虽然有些角色不那么讨喜 但性格却都很清晰 真剑胜负四颗星 这部剧主角是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问题检察官 整体节奏很宽快 跟着男主角角而郎当的一路过关斩将指导组织核心 着实是十分的爽快 剧情上在人物性格建构完成之后 就开始一路环环相扣直到最后 有些角色也替观众带来了惊喜感 最后结局也收得很完整推荐 针锋相变四颗星 这部男女主角性格都十分有吸引力 一开始在各自不同的目的上看似两条平行线 没想到携手迈向的是同样的命运终点 剧情同样也围绕在迷一般的连环杀人案上 一些真相的安排着实让我吃惊了一下 整体来说剧情顺畅而且故事引人入胜 是一部精彩的行律剧 千元律师4.5颗星 这一部是这一季让我觉得最可惜的好剧啦 整体来说剧情发展兼具有趣及深度 话题性在播放期间一直居高不下 由男公民来饰演背负巨大伤痛的律师 看似闹事呢但却真心关怀着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委托人 剧情周后也将男主角过去的故事 延伸到现在的时间点上来安排结局 本来是可以完美收尾的一部剧 但却一直遇到一些像停播啊 还有缩减急速的事件 还好最后说的也不算太差 但还是有点可惜啦 本次的推荐就按寻修 由韩国影帝李欣明主演的悬疑追修剧 那这个角色的魅力十分强烈 和第二男主角敬酒的一些对手戏啊 也真的是火花四盛非常精彩 故事呢虽然一路焦灼 但是节奏掌握得还不错 而且还有一些很加分的魅力镜头 整体看下来呢除了有时候要配合那个氛围 所以他的色调就会调的比较暗一些 但是其他部分呢都配合的石跟出色 第一点角色魅力火花十足 这个卡斯当初在看到的时候呢 一秒马上打开来冠赏 男主角也将精灵老行警的形象 营造的十分有层次 看似落魄又不得志 但却也处处展现睿又老练的一面 其中与后辈和其他角色的对手戏也相当精彩 一敌一友的伙伴 互相猜忌的同僚 每一场戏都将故事带出精彩的火花 第二点人物特写细致鲜明 剧中精彩的演技透过一些特写和特殊精卫来呈现 使角色魅力更上一层楼 尤其在眼神或是对戏间的交流上 让观众屏息以待每一幕的发展 不同角色呢透过不一样的镜头和剪辑来辅助 就完整了他们的性格 也成功将他们的特色建筑得各为立体 第三点 节奏明快绝无冷场 整部剧只有八集 所以节奏是明快的 尽管在剧情推展胶着的时候 也会马上有新的发展和转折 观众们会不自觉的跟着男主角 将周围的人都怀疑一遍 但马上就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和惊喜 配合交错迂回的人物关系 你将会跟着男主角一层层抽丝剥茧 发现或许犯人就是那个你最信任的人 撇除那些暗到不知道在干嘛的镜头呢 这部真的可以说是节奏明快的好剧 那你就认真地跟着男主角一起解开其中的谜团 真的会有生理其境的感觉 一个个接续不断的案件还有意外 一桩桩精心设计的圈套 让你体会到男主角人性化 还有现实感十足的角色魅力 其中跟剧中对手的斗志 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 我正在看的韩剧还有 谢梦树立而死 艺人经纪人生存记 什么都不想做 财阀家小儿子 王后散夏 消防局旁的警察局 近期最具话题性的当然要属于 霸气姐姐主演的王后散夏 还有宋仲基的回归之作 财阀家小儿子 一起来看霸气的中殿娘娘 会如何在朝城党争中坚守原则 并且与皇子们携手同行 还有宋仲基会如何在重生剧中一展演技 突破成为成功替自己的人生做最完美的复仇 以上就是2022最后一季的韩剧推荐 接下来年末呢 还是有非常多主题丰富的好剧持续放送中 那这股气势会一直延续到明年更多大咖接力上线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 或是对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推举明年见啦 掰掰